西洋大人 每天告知你好天氣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灣附近的東北季風 強度稍微減弱 但仍維持著東北風向 水氣則又比昨天再少了一點 預估各地都是多雲稻勤天氣 在東部山區 以及午後的中南部山區 還是有些降雨的機會 但雨勢較為零星少量 氣溫方面整體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雨量偏少導致夜間的輻射冷卻比較明顯 早晚期間氣溫偏涼 今天各地成間低溫普遍在20-22度 最低溫出現在苗栗郊區19.2度 白天的時候在陽光加熱下 感受又相當的溫暖 北部東半部地區 白天高溫都有機會來到28度 中南部更可達到30-32度 各地都有著比較大的日夜溫差 明天白天也是類似的環境 維持著相同的天氣以及氣溫形態 晚上到周日則會有些變化 因為隨著新一波的東北季風逐漸增強 開始有些雪氣移入 影封面地區雲釀再次增多 並有局部短暫雨的機會 北部白天高溫有稍微降低的趨勢 中南部仍是維持著山區午後 局部短暫增雨的天氣 不過水氣量不多 因此整體的降雨仍然偏少 下周一到下周二則是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水氣又會再次的減少 各地又會轉為多雲到勤的天氣 下周三之後東北季風減弱 轉為高壓回流的偏東風環境 一直到下周四水氣都持續偏少 各地渴望維持著相似的穩定天氣形態 下坡天氣變化可能會在下周五左右 又會有新一波的東北季風增強 屆時可能會再次為淫風面地區帶來水氣增多 但預估水氣量同樣是比較偏少一點 而且影響時間不長 到了下周末之後 可能又會轉為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不過距離現在還有些時間 實際狀況如何要再追蹤觀察幾天 才會比較確定 以上氣象由天氣風險歐中學提供